因为老鹰妈妈的事实 眼前这只破壳中的雏鹰 已经成为世界的妻儿 幸运的是她遇到了 动物园饲养员本尼 为了挽救雏鹰的生命 本尼此刻正在小心翼翼地剥离蛋壳 雏鹰现在并没有到破壳而出 迎接世界的时刻 但是蛋壳已破 雏鹰如果没有及时脱离蛋壳 注定将会夭折在生命之初的懵懂中 可怜的雏鹰还在睡梦中 或许梦里的她正蜷缩在妈妈温暖的雨衣下 好奇地望着外面的风吹雨林 雏鹰成长得非常快 短短两周的时间 她的身上已经长满一层白色的绒毛 正常情况下 雏鹰将会在90天内完全长大 成为翱翔于天际的天空之王 只是现在的她还没有学会行走 本尼扮演起父亲的角色 每天用镊子喂养食物给雏鹰 转眼四周过去 因为雏鹰已经越长越大 之前的小窝蓉不下塔 本尼只能剪些树枝给雏鹰搭建心窝 此时雏鹰身上黑色羽毛已经长出 锋利的爪子开始显现 已经能够完全占领 她期待地看着本尼 等待着新家的搭成 四十天后 雏鹰完成蜕变 和之前完全不一样了 眼神变得坚毅且勇敢 她早已摆脱小窝的束缚 在岩石上走出自己生命的第一步 锋利的爪子 尖锐的嘴尖 这是未来她狩猎的完美武器 六十天后 完整的棕色羽毛已经完全成型 她的一盏达到了一米七的长度 雏鹰已经成长为雄鹰 天空将是她接下来需要征服的领域 她将从这里挥舞翅膀 回归到属于她的世界 但是没有妈妈的教导 显然雄鹰还没有掌握飞行的技能 本尼作为人类 注定无法教会雄鹰如何去飞翔 一切都需要靠她自己去勇敢尝试 雄鹰渴望地望着天空 希望可以从同类中学到飞行的技巧 今天已经是雄鹰来到世上的九十天了 她完全茁壮成长为英姿飒爽的雄鹰 来自天空的霸主 终究是要回到她自己的领地 即使现在还略显稚嫩 但是鹿还是要自己走下去 她挥舞着翅膀 高高地跃起 可惜还是没有成功 但是飞翔是刻在雄鹰基因里 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 再一次地挥舞翅膀 她成功了 扶摇直上飞到对面的树枝上 第一次飞翔 雄鹰落地还稍微有点生疏 她单腿支撑着 试图更加熟练掌握平衡的技巧 也在为真正的飞行 做好最后的准备 现在雄鹰迎来了她第一次真正的翱翔 作为世界上最长寿的鸟妹 她一生的年龄可达50岁 雄鹰已经做好 在未来的世界中 征服天空的准备 她的第一次的飞翔 也让本尼倍感骄傲 90天的陪伴 本尼已经将雄鹰当作自己的孩子了 但是她也清楚 雄鹰是无法永远活在她的保护下 回到属于她的世界 才是对雄鹰最大的爱